11月22日,美西电视台AWTV举行中文频道开播 继中文栏目部台长任职仪式在洛杉矶工业市举行 洛杉矶工商、文化、传媒等各界中外嘉宾出席了当天的活动 当天活动由新任美西电视台中文栏目部台长蒲宇乔亲自主持 并宣布美西电视台中文栏目部正式成立运行 走马上任美西电视台中文栏目部台长 美西电视台是今年4月份成立的 一直是服务于外国的频道 然后我们也刚刚大家看到了我们的外国主播 我们是最近决定新增一个中文栏目的频道 作为美西电视台未来的台长 非常感谢大家今天光临 未来我们会给大家带来非常多的华人的专访力的节目 还有华人很多其他的中文频道的一些部分的节目 那希望各位媒体朋友各位同行们能够对我们美西电视台给予更多的支持 那就像我刚刚在新闻发言稿上说的 我们在美国拥有媒体权及拥有话语权 所以非常希望我们所有的华人媒体 大家都能够团结在一起 为我们的华人我们的华人群体在未来能够做出一份力量 然后也给我们的华人观众带来更多精彩的节目 AWTV成立以来以洛杉矶为总部 服务涵盖面包含北加州 亚利桑那州 内华达州 俄勒冈州 华盛顿州等大部分美国西部地区 及部分墨西哥西北地区 以优质的自创节目 精辟的新闻分析 准确的信息分享服务电视与网络电视观众 逐渐成为大众最信任 最支持的地区电视台 该台在地区服务中 推广优秀的地区商家 做到商家与客户全方面沟通 同时 注重健康与养生信息 不遗余力地为忠实观众推广最新的养生知识 科学认知健康问题 当天的活动嘉宾云集 热闹非凡 上台致死的有华美剧场APP营运总监兼导演李奥 世界华夏妇女联合会主席陆来宾等嘉宾 庆祝美西电视台中文栏目部正式成立运行 顾鹤普宇乔担任台长一职 就职仪式上 来自好莱坞 韩国及洛城知名歌手 还表演精彩节目 美西电视台的主播与来宾 一起分享庆祝开业蛋糕 全美电视台记者 洛杉矶工业市采访报道